之前不少朋友都問過我 家中用 4K 電視 亦都在播放 4K 播放機 不知為何眼睛都出不到 4K HDR 畫面 而這個問題上網經常見到 究竟原因在哪裏呢 就讓我和大家解構一下吧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出自硬件或軟件 而是電視機的 HDMI 輸入訊號格式設定上 究竟怎樣解決呢 先說 LG 的電視機 在設定選單裏的一般選項 就會有一個叫 HDMI Ultra HD Diff Color 的設定項目 將 HDMI 1 至 HDMI 4 全部開完之後 就可以令電視機的 HDMI 支援最高規格的訊號 Panasonic 電視機其實都大同小異 將電視設定選單裏的 HDMI 自動設定選擇模式2 再將 HDMI HDR 設定選擇開啟 就大公告性了 之後再檢查一下 4K Blu-ray 播放機 以至 4K 遊戲機的輸出資訊 就會見到所有輸出信號都會支援得到 LG 和Panasonic 的電視就完成了 究竟 Samsung 和 Sony 的電視是怎樣解決呢 就等我下一集再跟大家說吧 換生活 樂科技 銀話-K